大家好,我是天然啊,今天到这个我们海关来取点东西啊 西安邮局海关 都是邮政的车啊 这就是交上税,获取得出来啊 好,我们回来了,这更更巴巴的三个月了 这才到第一厢,才一厢,还有好多件在路上 先拆吧,太难了,太难了 OK,这次呢,就买了这么几件东西啊 其实这三月份就在国外买了,漂洋过海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疫情嘛,也因为这个俄乌战争,这个物流就非常的慢啊 这刚到海关取回来,它应该是一批,先倒了这么一箱 五件东西啊,先看这个吧,这个就路份比较粗的 一般这些东西就是清中西的啊,很多人会把它定前龙 画的细点定前龙,但这个太粗了 它粗成这样,它就是康熙,我觉得都没什么鸟用 大家说对不对,没啥意思啊,这种东西不用什么多介绍 过去要么就是那种小药瓶,上面擦个红筛子 要么就是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啊,反正我觉得是个实用器啊 主要它画,如果它画的细一点 我认为这个气型还是很好玩的,摆在暗头插个花很漂亮 这个也不错啊,这个是一个清代道光时期的 为啥我说道光呢,第一它这个喜子画的会大一点 然后那个发色会稍微偏蓝一点 我觉得道光的东西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蓝往上浮 实际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们再通过它这个修足,对吧 典型就是中漆的东西 看这连画的也比较的饱满啊,这个喜子写的也很大 情况发色也比较深沉有层次 这也是一个这种插花,要么就过去上面有个木筛子 擦起来的东西 应该偏实用器一些啊,但是它起码是个小利件 而且这个气型在喜子这种气型上比较少见的 所以也不错,也不错 这个就好了 精品啊,细度的一个嘉庆晚期的石流尊 这东西是石流尊 很多朋友说,哎,这不是个苹果尊吗? 苹果尊是那样的 它是这个比较大 然后它往里拨,往里线,对吧 那叫苹果尊,长得像苹果 这应该叫石流尊 这个就是嘉庆晚期的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是什么 就是大家看这个喜字啊,这个喜 写的越工整 然后它的比例越小 年份我们一般会认为它越往前 然后路份会越高 对吧,就是这么个概念 你看它口言这种小抱友啊 这就是过去的一些功力瑕疵 没有什么办法 但其实东西是全品的 刚才我都打过灯了 就这个 口言有点毛病啊 其他都是全品的 就把它收回来了 这个也不错 大家看这个胎 对吧 中期的胎很细腻 这是一个100件4G花卉双吃龙耳的一个盘口尊 年份也是新中期 个人认为就是家道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往道光偏一点啊 道光偏,但是它的发色还是很淡雅 整个画的也很细 叫盘口尊 你看,为啥是盘口尊 你看,它的口像个盘一样的 对吧 盘口尊 这种东西就是纯赏器的 路分就比较高了 而且它画的很细 整个呢也没有啥毛病 青花发色也有层层 大家看 有分水嘛 对吧 该铁线苗的铁线苗 该浓的浓的 该淡的淡 然后用波金的画法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修足 对吧 很熟诺 很熟诺 这个不错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我其实买这堆东西 主要就为了买它 公鸡片 这个应该是大公鸡跟牡丹 什么鱼来着我忘了 大家记住 只要是公鸡片出现在 民谣或者是 不管是民谣还是官谣 只要你建大公鸡 这东西路分是非常高的 最贵的 咱不敢说它最贵吧 就是它是路分是极高的 大家只要把它记好就行了 不管是民谣还是官谣 只要出现这东西 大公鸡 这东西路分低不了 好吧 你去看价格肯定不会低 如果这东西把门铁老 然后价格还低 你只要能吃准了 你去买 好东西 年份也是一个清中期 我认为这就是嘉庆 它这个耳朵还比较少见 这是一个什么耳 我也不知道 东西也是全品 这东西是100件的 因为它不到43分钟高 100件 现在这种100件的这种 涨平非常的受欢迎 因为它摆担了你 大大小小 正正好好 很漂亮 发色也很浓艳 也就到了这么几件东西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收货还可以 能买货 但是我觉得矛盾是什么 太慢了 这真的是三个月 我买了那么一批东西 三个月 就回来了这么一点点 好了 我是爱寿堂的天员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加关注啊 有什么需要评论交流的 咱们都可以评论交流一下 然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